吃一口接葱很长 但是接这个这些 洗碗可以 好肉 辣椒 安抚一 大家好 我是大友 外面都说 三三间的回来了 然后大友农产民也不搞了 辣椒也不熟了 整天只知道我这三三传 其实只是我没拍 我没拍出来 因为我每天早上一大早就出去了 因为隔天摘的辣椒 第二天发会 那个水分会怎么说的 会蒸发嘛 所以我都是第二天早上 直接一大早就出去了 这里跑那里跑 我找辣椒找了五天了 还是六天了 看这就是今天早上发完货 剩下的这里没有五斤了 好多块的 这种辣椒 今天早上 选的时候有点多 有点没看 这种辣椒 好可惜 都是太阳斑 这种不是虫药的 还有一些可以吃 还有好多可以吃 像这种太阳斑 真的可惜了 哎 这个帽子 那个头盔始终不发货 热死了 真的热死了 还没吃午饭 吃个桃子上 应该没放肇 这个黄刀还挺好吃的 这个有一点点坏了 这个黄刀还挺好吃的 挺甜的 这边应该九成熟了 这种中午也吃不下饭热的 晚上一起吃算了 现在一天基本上只吃一顿 喷上吃两顿 还有这个 这写作业 你这写啥 写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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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没有 学会了 爸爸看一下 你让叔叔阿姨看一下 写得好 你就是在写数学吧 对 好好看脱 你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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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你吃饭 你吃饭 昨天的辣椒 今天怎样高点出来 然后把那个盘子再放进去 这个就放昨天那个大盘子里面 嗯 那个端竹脚 我再使一个盘子 泡了个端竹脚 泡了个端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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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多少 所以打个电风包 这个要泡酒一点点才够 还是全部剪了吗 你剪了 你剪那个竹竹没那么辣 你不剪 你看昨天那个剪的竹竹 怎么那么辣 你少不少一个 我等它辣都不行 吃的好吃就是辣 把你买的虚头吸引一下碗里 变硬性的 跟我一天泡羊嘎嘎 他就完了 今天这样也泡得最好吃 那种颜色的泡得最好 嗯 那个奶奶家也没有了 他今天长长 唯一点点都被我拿回来了 我第一家就泡在他家里 把他家辣椒拿回来 我才去收到辣椒 这个泡得越久越好 就四斤 今天拿就四斤嘛 就 我刚刚在下面说的那句 朋友们不是说我现在整天 只会围在山上转吗 我如果说仅仅是我在视频里面说一下 估计很多朋友还不相信 那就让我妈来说一说 看看我妈是怎么看到她这个儿媳妇的 这段时间好多评论在说 说你回来了 然后我农场也不熟了 只知道围在你身边转 咱们两个的话 他们可能不相信 那就让我妈来说一说 不是在那边你在找吗 找那些农场去吗 找辣椒吗 天天在找 其实一天都没听过 我油钱都没转到 你洗了什么味道 在山上卷 洗了什么海 店里面修饭酒 为了朋友们粉丝们 难以 中午都没得中午 这脸上的汗总做不得假 我如果不是冒着这么大太阳回来的 这脸上也不会热成这样子 你按训是谁啊 以后老师不是作业 也知道按训是谁啊 不是东西洗一下 洗一下 知道吗 这个给我添 把椅子给我写漂亮一点 妈妈我把全部都搞得那些 你把椅子给我写漂亮一点 这有点习物 这个无论是刚才讲 有一个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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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椅子洗一下 做大午 一个卫生 整午的做大午 我一句没拒绝 就在做他的他的 所以要接受人当 但是这个在那些爱惜话可以 这个我妈说到这里 我就在补村聊 这个真的是这样的 她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 你像她现在是怀孕七个多月 快八个月了 我有时候跟有些朋友聊天 有些宝妈嘛 很多朋友说 你家杉杉 这个时候还在做菜呀 我们那时候 这个时候都基本上 基本上是躺在床上的 但是她现在每天早上 基本上六点半 七点 要么就七点半 最晚就七点半 也会起来把孩子的衣服 我的衣服都洗干净 这个我真的不是说在夸我媳妇 夸我老婆 虽然说我跟她还没领诊 但是有孩子 我也可以叫着叫老婆了 真的我每天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 西周间里面那些 脏衣服脑子里面 都没有一件脏衣服 全部都是已经洗干净了 要么就已经在洗衣机里面洗了 要么就已经晾起来了 你看像现在中午 她还在跟我妈一起剪辣椒 这个辣椒其实就是 给她在抽奖的时候 就是这次投票了 给她在抽奖 给她送的 这其实已经快两点了 作为一个孕妇来讲 她应该这时候是在午休的 要不要打你本子的东西 就要多大 嗯 弟弟 王总 喂 吃饱没有 吃饱了 要不要再给你来个辣椒 辣椒就这样 来个南瓜吧 可能杉杉也长不进 这小时候就要去洗个 直接就要 去炸 去炸 不然我这只要 我这只要去小小 他就在口子 所以我让杉杉 把嘴要很量心 把这些摸摸在鸭 骨头里面 三十多里面 鸭肉里面 把嘴也不 放进来到筋 就是这次超嘴超好 等于阿姨没进去 洗洗哈哈 你做的写完了吗 写完了 你写完多久了 就可以去睡下午觉了 现在朋友们是听到了 我妈说的这个 总做不得假 大家看视频 看了四年了 都知道我妈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一个 一直站在我 跟我哥背后 默默付出的人 他虽然说 不怎么会说话 但是绝对不会说 说谎话的 欺骗大家 是真的没有 紫围在山上转 什么东西也不收了 我该做的 我一直都在做的 你像收辣椒 我昨天还在找黄岛 但是黄岛 价格弄不了 我没办法呀 对 很多事情 我不是没有做 而是如果说 我做一样事情 我一直都拍着 那大家看了眼团 我只是没有拍了 写到了四十 我这里可以了 从这里可以了 我现在寻寻佩佩的作业 现在都是商商在布置 都是他在给他们两个安排 我都没怎么管过了 这个是家吧 这个事情你会做吗 对 那你把这些做了就可以 那东西也就吃鞋 大家别看他皮肤白 就以为他是不做事的 他皮肤是这样子 但是有一点我妈也真的没说错 你真的有强迫症 他做菜 他就要想着把菜全部做了 他真的不让别人插手 他就让我妈少活 然后让我去洗菜 他就一个人长猪 别名字得笑 你把那个掉下去就可以了 那个怎么拿 你还能拿呢 找到你 妈妈 姑姑在那里直播 你带什么好吃给我吃 饼干 你给我给一包好不好 拿那个饼干都想着给妈妈分享 妈妈 姑姑在直播等他下播了 我再吃那里 好可以 他在直播你就不炒他 这个鬼 挺正的 谢谢 你先吃一下 来来来 不给他嘛 好那就给他 给给些 来的不要 吃了行不行 不要谢谢啊 哥哥 谢谢妹妹 我哥就是吃完吧 你那黄桃给我找一点 我给那个的长子姑姑拿点 到时候回去 给他尝一下 你们这里特长 哎呀那里葡萄 那点葡萄 你看一下它 这个很均匀 有天有 刚刚我妈说了那么多 我也说了这么多 这个并不是说在找底油 然后澄清演戏什么的 这个我妈那个表情 大家也知道虽然说脸黑了一点 但是这个做事也是做不出来的 她那种人一说话脸得红 在农村里面没有人会怕辛苦 你看她回来这段时间 她皮肤也黄了一点了 她也没那么白了 而且我嫂子有时候直播也看得到 她也经常在下面 基本上我少是拍视频我也不在 不是吗 基本上那时候我就在外面 真的有些事情是没有的 大家也就别再去猜测了